大家好,我叫Kevin 我目前就读于波士顿大学 是一名communication专业的大尔本科生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波士顿 大家想知道的情况 波士顿给我的感觉 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大连岸 还有青岛这一点的城市 一方面波士顿属于干冷的气候 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北方 另一方面波士顿的海鲜 这边一直是很好吃的 大一本科第一年一般都是强制住校的 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在大二的时候再搬出去住 学校的学生宿舍都是提供给本科生的 所以研究生的宿舍相对比较少一点 另外一厢好机现在提供学校宿舍的申请服务 大家可以去咨询一会儿 在波士顿这边租房子的话 一般都是不会带有家居的 像我住的普通公寓家居就是在一厢好居购买的 但是最基本的除位设施像是灶台啊这些都是会有的 如果住在价格偏高的高级公寓的话 除位设施就会更加的完善一些 波士顿大学的各种考试特别是final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最主要体现在考点又多又杂这种情况上 所以大家考试之前一定要尽早开始复习 这样才能做到游刃有益 不算太高的 要比学校提供的宿舍便宜一些 总体来说就是比学校越紧房租就会越贵 波士顿大学周边的公寓都是设位型公寓 分为高级公寓还有普通公寓 另外还有大家可以在美洲镇看到的 不同的公寓价格也不可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还有计算来进行选择 在波士顿大学 中国学生的群体还是十分庞大的 占了留学生总数的48%左右 所以可以不用担心在课上找不到课友的情况 另一方面周末的各种局也是应有尽有 所以在波士顿上学的话 课余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 不是呢冬天还是十分寒冷的 冬天会下非常大的雪 这个冷可以达到零下20度左右 所以大家一定要戴好冬服 戴好秋裤 做好防寒的工作 在北美买车是要比在国内买车便宜不少的 像是在国内比较昂贵的奔驰啊 宝马啊都可以较便宜的价格 在美国可以买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美国维修的人力成本啊 油费啊都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爱车上好保险 平时行车要注意安全 特斯顿大学 特斯顿大学 周边的物价还是相对比较昂贵 所以加上房租的话 一个月四千到五千到 在这边是一个比较昂贵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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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比较昂贵的选择